台湾是三星产品的天堂 最炫最酷最fashion的都在这里 每次我回来 少不了一定要来这里一趟 但今天 在距离这不远的地方 我发现了另一个 创意的新天地 只需要短短四分钟的时间 就让我从科技的天地 走入人文艺术的世界 曾经是个飘着酒香的旧酒场 现在摇身一变成了创意文化的特区 在怀旧的空间里 我们遇见了无限的想象力与惊奇 大大小小的艺文展览 也都在这里热闹的登场 逛逛创意市集 跳蚤市场 蜻蜓乐团表演 在蓝天下绿地上 我们享受了一段悠闲的都市时光 有机会 Don't forget 和你的朋友们一起来一趟 华山文化创意园区吧